我來找一個 機會難得 免費的對不對 免費 我們想要改變你的髮型 是免費的 有一個優勢嗎 對對對 他老婆本來不給他抱 你知道這是我嗎 這是你太多了 一起倒數 3 2 1 歡迎 現在是下班時間 所以有很多人現在可能要去吃晚餐 目前還沒有看到合適的人 謝謝 還有聖誕節的氣氛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哈囉 聖誕快樂 你會想要就是 讓自己的形象變 就是你知道 更不一樣嗎 會 真的嗎 不試試看嗎 我們要看看 你們是來喝酒了嗎 我們剛剛混著幾個人 然後那一個人就這樣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說沒關係 我已經習慣這樣做 我說可以讓你形象變更好耶 然後他說沒關係 我很承諾 沒事的 我來找一個 可以打擾你一下嗎 我們在做一個街頭改造 有沒有興趣 攝影師 我現在做一個活動 有沒有興趣 那個改造 妳知道我們這個嗎 太太的一小時 當我們的見證人就好 像我們上次是在高雄 然後找到那個改造的人 要嗎 要嗎 先可以跟我們YouTuber聊聊看啊 不要嗎 機會難得喔 對 機會可以 免費的對不對 免費 要嗎 好嗎 因為想說太太好像 期待 對啊 我也期待 妳有頭髮的樣子 哇哦 我來 我來 抱你 你覺得麻煩喔 還是不想要 爸爸 可是弟弟很想要爸爸有頭髮耶 很想要 我的YouTube TV 秀 我們想要改造你的髮型 是免費 OK 那是OK 我又不用 OK 很棒 先生 可不可以打擾你一下 我是做那個YouTube的節目 我一直在看手機會不會想 由他們來解除任務 這次也許他們可以 請問可以跟他玩嗎 還是不行 可以喔 他叫什麼名字 他寶 謝謝 謝謝 你會想要當我們的見證人嗎 對 我好像他這個 有一個YouTube 對 就是他 就是YouTube 有 對對對 就是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灣還是日本 他有時候改造的時候 他老婆本來不給他抱 就是 這就是我嗎 是你太多了 冷靜 對 嗨 如何 是 我知道 我剛剛有看到他耶 我在一樓看到他 這這這 好啊 好 好 OK OK 好好好 沒錯 同伴 傳來消息 有人 這個 有幸運者出現 Let's go 嗨 嗨 今天是我們的幸運者喔 好險 錄影車過來 我知道 他多大 五歲 男生 我好喜歡大狗 可以抱 可以摸 叫什麼名字 卡寶 哈哈笑的寶貝 卡寶 好羨慕他的毛髮 很濃密 他很穩定耶 這不是我的狗 我幫人家訓練的 本來不穩定 會鋪人會跳 所以你是訓權的 兼職 那怎麼稱呼啊 GINO 是YouTuber 我們跳過去 那我就走過去 OK 哈姆 哈姆 哈姆教訓你了 是 然後工作時間也長了 睡眠不足 那那時候有去看醫生嗎 沒有耶 因為想說 收入高 收入高 反正有錢就 可以治療一切 對 什麼都不會有問題 那你有試過藥嗎 沒有耶 那你怎麼 會想要接受我們今天的邀請來當見證 因為我就講我就是看到你們有一段影片嘛 就是那個拿著改造後 他老婆本來不給他抱 對 後來改造完願意給他抱 對 期待你的改變 一個小寶來 小寶跑步 等一下我們錄影車就來了 好 我們是順位評審吧 我們是今天才認識的 對對對 要作證一下我們不是說好的 有些人說 欸是不是說好的 沒有啦 對沒有 這個如果放出去 我的親友看到應該就會很清楚知道 不可能說好的 對 對 尤其帶著狗 那因為我們這個是先用公版法片幫你改造 OK 那你可以嘗試看看 那這是完全免費的 沒有任何費用 OK 對 只是讓邀請你來做一個見證的 我跟你剛剛講我今天也沒帶錢 對沒有你沒有你 我們純粹是街頭改造 然後想要邀請你來做見證 OK 那當然如果覺得不錯 再幫我們講一講你的心得 好 對 那哈寶就麻煩你們工作人員照顧 沒問題 對 那你我就麻煩他們照顧了 好好好 我會買水給你 我會買水給他 我會買水給他 好好好 謝謝 好 我們的露營車來了 我們現在就要送GINO上車 OK 期待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還原你應有的法量 好 謝謝 邀請你上車 請 我們今天的幸運者GINO哥 在街頭被我們遇到 原本就是這麼來的 我們期待他一個小時左右 看看他還原法量 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相信一定很帥 拭目以待 是 好 我愛你 是 是 有 你 欲營車 是 用 隱藏 其 人生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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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個小時左右的改造 來看看我們的GINO哥現代 到底變成什麼樣子 一起倒數 3 2 1 歡迎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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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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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然 Hobo認得 如何 很不錯啊 很滿意嗎 滿意啊 就回到年輕時候了 連他都很激動了 會不會不認得你啊 不要覺得太帥了 所以 經過一小時左右改變 現在已經把頭髮 通通都還原回來了 你要是沒有掉髮樣子 應該就是 目前這個狀況 高中時期就這樣 高中時期就這樣 對 所以呢 這個是真金不怕火鍊 我常常講 不開刀不吃藥不打針 就還原你應有的髮量 心得如何 要不要分享一下 很推薦 就是頭髮少的 想回到年輕時候的 我覺得都可以來嘗試 造型是在稍微修剪的時候 覺得好像是自己的頭髮 不是你們的東西 對 是我自己的頭 是你自己的頭髮 我們可以近拍一下 它的髮際線 它的旁邊 整個銜接得非常好 而且這個是 你原本還有一點點白髮 現在把它剪掉 又更顯年輕了 是啊 所以呢 我說過 要對抗禿頭 少花冤忘錢 就是賺到錢 真金不怕火鍊 我們今天來到 台北的信義計畫區 很高興跟我們GINO 江建歡 然後呢 幫你還原你 應有的髮量 謝謝 覺得這樣年輕幾歲 高中應該17歲 現在47歲 應該年輕30歲吧 30歲 我跟你講至少20歲 對對對 至少年輕20歲 而且我覺得整個人 就感覺是更年輕 本來是覺得 每天好像就很慵懶 對 換了一個造型 自己看了就覺得 年輕很多 就覺得 就是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你好像說你的 音質幻發 你有頭髮之後 你就感覺到整個不一樣了 真的 最後有什麼 想要跟 如果現在跟我一樣 曾經面臨吊髮困擾的朋友 講幾句話 吊髮其實我想 每個男人都是一個 可能必經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我曾經有想過 要去看診啊 吃藥或者是 戴假髮 可是 隨著年齡慢慢大了 很多事情 工作的壓力啦 或生活的壓力 慢慢的很多你就會 放棄 可是經過了今天 這個改造之後 我覺得還是 明顯的一個轉變啦 我覺得 身為一個男人 步入了這個 中年了之後 也是可以花點時間 打理自己 讓自己 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金老師你會覺得 這個髮片 不像傳統的髮片 跟我想像中的 我覺得 真的不太一樣 就是很 輕鬆很自然 沒有什麼負擔的壓力 我覺得 真的是很不錯啦 就是現在的科技 我覺得 真的是顛覆我的想像 對 它已經不像是 傳統的假髮 會讓你感覺好像 戴起來會熱 會悶 會不舒服 對 真的很透氣 就覺得很自然的 就是很自然的 它就像是自己的頭髮 而且呢 穿戴非常容易 當然 你現在是新手 你不曉得它穿的有多東西 我現在 再次示範給你看 穿戴就是這樣子 哇 非常的輕鬆 非常的簡單 就把它戴上去了 哇 就告別禿頭了 好的 真金不怕火鍊 如果跟我們一樣 有 掉髮禿頭問題 歡迎你 隨時來找我們報名 隨時來挑戰 讓我們幫你即刻救髮 還你頭髮 那我們今天再次感謝GINO 謝謝 十分感謝 改造成功吧 改造十分成功 改造十分成功 我們四目以待下一集囉 謝謝 有實力了 他現在看我 覺得變化很大 我覺得他 他有感覺到他變不一樣 所以他一直叫 對 他一直想講話 對 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你現在這種新造型之後 你最想做什麼事 做什麼 想要去拍個什麼 情侶照 婚紗之類的 你看到他今天的改變 你的反應如何 說真的 就年輕很多啊 大概多少 30出發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就說 你的抵達 我的抵達